好了,接著是下一套了,下一套就是魔裝學員HH 打這些遊戲會變成Hunter 跟Hunter是什麼事? 你打HH1 D,D就是H.Sh.h. 沒有!我像他們說,但是很多人都說這套作品是超越DXD的肉 差很低喔,他真的不能夠同18的 你當時拿DXD去跟DXD去比就不是用DXD去比 不是你不會看到一般向下扭那些位置的嘛 又拿又挨 它不是捉的 它是扭的 又噴 你根本是拿著一個鏡頭而已 不然就可以拿它當女花賣而已 是啊 很奇怪 不過我覺得另外一個有趣的東西就是它打格的方法比較有趣 如果大家看它是怎樣打格的 就是它不是打星光的嘛 它打個外框下去的 很有趣的嘛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這些都是創新的手法而已 很多都是說的 不過這題是比較特別的 我的內容是不會講的 我純粹就是想說 這題是有內容的就算了 是啊 是因為沒有內容的 我們是不會講內容的 我們純粹是說 只有H和H 你這麼多年看完魔法戰爭的話 這題其實是不會被我講的 我這樣問吧 不如 它跟新妹的比較 新妹有內容的應該 這題沒有內容的 新妹至少有條線跟你說 你保護妹妹會不會保護到家人 這題就好 啊 姐姐叫過來 不是啊 它就是保護三條女兒不要死 補吸機 中途站這東西就是補Energy 加油的 你這部車會不會撞冷 不關我的事的 那跟補魔力沒有分別的 它也是補魔力而已 沒有分別的 生命安全能不能贏就不關我的事的 它完全是補魔力來的 都是差壓折而已 這個位置沒有分別的 但Anyway 你要明白的事情就是 剛才之前都講過了 就是你另外一套 那你那套什麼 Quality Code 好像 QC 沒有Quality Control那套的作畫 就是叢龍做的 叢龍的畫呢 剛才說說不適合動畫化 這套也不適合 Hezazze的畫也不適合 我不管你是Hezazze還是近年的Hezazze 也好 兩個都不適合 你看看Hezazze就會知道 他大部份拿來做彩圖 或者拿來做捲頭的東西 那女兒一定是低頭的 就是下巴碰住你的鎖骨 總之全部的低角度 人家前面很重啊 沒辦法啊 那肩膀很辛苦啊 你要明白他的作畫 有很大的特點就是 首先胸肯大 手肯幼 所以其實你會有一個 很明顯的反駁位 當這幫女兒是要穿甲的時候 手肯幼這件事根本是明聽不到的 所以你在身體比例上 剛才是做不到的 而你就算再看去年代的Hezazze的話 他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頭架低了 他的頭身比例 他的頭是明顯比其他畫師比較大的 但是你拉回到正常動畫比例 就不可能再做這些 靠角度去令到頭很大 去突出胸的東西 結果就是什麼呢 他的線條整體而言 髒了 胸就太大 手又沒有瘦回到 然後頭又正常 結果就變成近年來 新的Hezazze 將頸拖長了 再做到動畫 其實都是做不到出來的 聽到你只有一個是像 就是眼睛的邊位 除此以外就是沒有了 但是問題是在這部肉片 眼睛可以維持到原畫的味道的話 這部肉片 除了你說 你說你對眼睛有莫名其妙的癖好之外 我想不到你有什麼能夠滿足你了 公道一點說 他宣傳的時候沒有重點宣傳到Hezazze 這個畫師 我當他賣點不是Hezazze 我只是看《心奇無恙》而已 是呀 喂 你看動畫都不會想著看《心奇無恙》的畫風 是嗎 沒有畫風 是畫風動畫做得像的 有那種感覺 這裡沒有的 你問我 我通常看過的樣子 是不是在《心奇無恙》的《心奇無恙》 原來《心奇無恙》是小說來的 OK 你都說了 上色就OK的 但你要明白上一張CG和上動畫是兩回事 所以他本身黑白都不是很好的人 你搬去動畫就更難鳴聽 還有叢龍那種感覺最重 就一定要看彩徒 你搬了過來 基本上他沒有一種很明確的不足被你捕捉 所以你把動畫化簡單化之後 基本上 就完全是任何人都是一樣的 所以 你只要看任何一套背面翻也好 或者任何翻也好 其實做出來的效果一樣 你是不需要找這條人切的 所以 簡單來說 今季這兩套用了兩個畫師做人切的東西 其實都做不到任何的效果 所以大家等C90